你們實習 多多加油 小滴 應該是因為他爸也在那吧 雖然有阿金跟著 應該不用擔心 他爸應該跟那個教官都會在那 雖然有人邊吃邊看 太過分了 因為帝國很廣大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風土民情的地區 到了當地時 深入仔細看看 各地的風景和生活會比較好 一定可以更多家了解這國家的事情 特別世系加油 我也是 很喜歡就是出國的時候 可以去當地的一些特別地方逛逛 或是晚上的時候出來走一走 一定要的 對啊 就可以感受他們的一些風土民情 那感受真的會差很多 艾魯有去過哪一國 日本而已 只去過日本 嫩 怎樣 你可以講講阿 你去過哪裡阿 也沒什麼阿 日本也去過阿 泰國 馬來西亞 大陸 哇 好像這些 唷 今天是特別實習阿 一大早就起床辛苦了 不過第七班的特別實習 逐漸穩定下來了 每次看到你們要出門 就有一種已經月底的感覺 不論如何 這次也要加油 像女神 祈求你們能優所 不要 小時候比較常出國 那時候家境狀況比較好 然後後來家境狀況就變普通 就沒有再出國 然後長大以後就是靠自己的春錢去出國 嗯 因為我覺得還是還不錯阿 就是走走 比較想要去歐美國家 真的 但是突然沒有機會 而且你都好貴喔 超級貴 小飛 喵 其他人呢 嗯 做出發的準備 因為我已經結束了 所以和 瑟雷努一起玩 好乖好乖 咕嚕咕嚕咕嚕 很像貓的飛似 還挺好的 喵 黃昏粉 這要給我 謝謝 喵 好可愛喔 也像我摸摸 可能沒多少時間 做到準備就前往車站囉 也許是來幫我們送行的吧 呵呵搞不好 喵 喵 喵 叫聲好可愛 Windy為什麼今天是最後的 今天應該玩不到序章那裡了 應該還要好長一段時間 雖然雨停的是很好 但是今天感覺也會變熱的 請注意在路上不要中暑了 什麼東西啦 金沙巧克力 盒裝巧克力 普通巧克力 今天瑟雷努也來了 我給她喝了鮮奶 耶嘿嘿嘿 做一切禮他讓我摸了很久 嗯 那還是真是的 要是聖雷努 和我更加親近就好了 好想和他更加親近喔 進去 你們是雷克拉母族啊 哼 正做點 就好好去拋拋腿吧 特別實習的珠子 並不是這樣 沒錯 得要好好享受呢 真是的 俗話說 年輕的時候得多吃點苦頭 哼 好好幹吧 哼 這遊戲各種 耶嘿嘿 還有哼 噢這個甜蜜惡人組 親愛的 沒有什麼話要對妻子說了嗎 嗯 那麼 漢娜 就麻煩妳 給我在路上 小心的吻吧 他們每次都要閃欸 哼哼 我很願意喔 啾 哇 又 又被看見了 總言之 昨天都謝了 克雷特起床之後 我會叫他 來跟你們道歉 又閃 超級閃 哎呀 是你們啊 哈哈哈哈 嗯 昨天真是妥協 閃光 超級閃亮亮的人組 這樣都聊完了 出發 GO 終於 有人說被我的耶嘿嘿嚇到了 哼 為什麼 他就耶嘿嘿 你 快點 記得雷跟阿姆要在巴利亞哈特換車吧 這樣的話就不要搭霸路橫斷鐵路 而是搭克魯琴主要的鐵路的列車比較好 嗯 然後在巴利亞哈特必須轉搭叫做 艾貝爾之線的區域路線 因為兩個小時才會有一班車 希望能夠順利的換車呢 現在剛好起點 10點半的時候 抵達巴利亞哈特 大概中午的時候可以抵達雷克拉姆吧 因為第一天就有實習 所以早一點到達比較好喔 嗯 是啊 也不確定某個問題 兒童會不會引起騷動 呀哈哈 對啊 居然自己說對啊 哎呀你們幾個 你們也要出發了嗎 不 我們要等自達巴利亞哈特的車 大概是在20分鐘 你們要去朱利萊特區嗎 雖然我沒有去過 但那邊好像也很有趣呢 如果從這裡出發 應該有相當長的距離 越過西邊的拉馬五州之後 在西北部的沿海地帶 唉難得這艘土旅行 我會以我高超的聊天技術 撐住整個場面的 放心 撐住全場 不需要 哈哈 哈哈哈哈 太可愛了 先往帝都的旅客練習 喔要準備囉 那麼兩天後再見吧 好的 佳莉亞 佳莉莉亞要再見 拜 小飛 拜 愛勒特 阿金 拜 學長 不對 克洛也是 嘿嘿 在習慣之前不用勉強自己叫 總而言之就當作作業吧 知道了 你們要加油 美莉亞無也是 不可以太侵犯造成大家的困擾 了解 感覺完全無法失誤 哈哈 真希奇 我也有同感 哈哈哈 任風雨女神指引我們 彼此平安無事再相會吧 拜 出發 今天沒有辦法跟大家聊 就直接出發囉 直接出發欸 欸 還在 阿就目送他們 他們的車先到 很快我們車也要來了 去買前往雷格拉姆的票吧 順便聊聊 就是 欸好像有些人 像Windy啊 可能之後就沒辦法來看 我想有些人開學了 應該看的時間也會變少 然後今天我有PO文就是說 我之後實況的時間 對啊 我也還沒統計 我之後統計也會來想看看 因為我覺得 嗯 當初會想要玩 就這款遊戲我本來就是會玩的 然後會想要實況也是想說 就希望可以把這遊戲帶給大家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念頭 就還是會覺得 還是 最多人的時段OK 或是最多人覺得不錯的 那我就輕力配合 因為我就是覺得這款遊戲很棒 想要分享給各位啊 對啊 那當然大家 功課也是很重要的喔 看如果你不好好學習 不好好努力 然後整天都在看 呵呵呵 這樣也會覺得怪怪的啊 所以 拿出你的成績 拿出你的課研 然後 這樣你就會覺得 哇你好棒喔 哇 對啊 就像那個父母 那個孩子 忘了叫什麼 對他爸爸訓話 對啊 你也可以就是 有平常有念書 都可以跟媽媽爸爸說 就是 欸 我現在要念書一個小時喔 欸 我讀書讀了兩個小時喔 我超強 可以去炫耀一下 對啊 就是稍微去做一些 好事也要炫耀一下 那 壞事就是 那因為爸爸媽媽不知道 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讀書 他們就會讀書你是應該的 可是當知道你讀了那麼久 他們還是會覺得很感動 對啊 反過來就是這樣 當你在玩的時候就會還好 像巧克力一定是當爸爸的 才會這樣講 有感 講屁話 講屁了 這一次A組的目的 是雷格拉姆對吧 是的 沒錯 想要購買經由巴里亞哈特的車票 我知道 現在立刻購買嗎 Let's go 一共六張經由巴里亞哈特 前往雷格拉姆 稍等一下喔 咦 好像要出發了 欸 親眼的聲音是誰 蛤 稻草人 蛤 艾瑪也很震驚 艾瑪知道雷克多是誰了 難道是來看我的嗎 嗯 後天我們也要去 克洛斯貝爾 有可能是生離死別 所以我才這樣來跟你道別啊 蛤 蛤 等一下 也太淡定了啦 蛤 什麼生離死別 沒有他就是這種個性 他就是很喜歡 就是說一些很誇張的話 嚇死我 但是 雷克多和大叔 不可能 輕易死掉嗎 但確實有可能會 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可是他都會很淡定的 就是把這種 很誇張的話說出來 雷克多完全不能小看他 嗯 先不提那位大叔 可是很弱的啊 是誰啊 帝國情報局 雷克多 亞德 亞蘭德爾上位 是之前出現在諾德的人吧 他好像成功和共和國交涉 替我們主持的戰爭的樣子 嗯 是孩子們之一 稻草人嗎 但是像這樣的再次相遇見 實在看起來不像與疊話有關的人 看那隻貓咪跑過去了 你有看到那隻貓咪嗎 貓咪跑過去了 唉 我想你們應該會覺得這傢伙可疑的不得了 還心普通的跟他相處喔 如果造成了麻煩 可以打他屁股沒關係 呃 喔 總言之 我們也好和他相處的 哼 我又不是雷克多才不會造成什麼麻煩呢 我是 乖小孩啊 乖小孩 乖小孩才不會把銀色黃色大物隨便的放出來 真是的 你有花了多少心 心力氣 在隱藏消息和操作情報 欸 是這樣嗎 太可愛了 喔 要上車了 要跟他說掰了 上位耳下不好意思 我們要告辭囉 嗯 加油啊 還有你們就叫我書記官吧 畢竟我也是屬於帝國政府的二級書記官 這樣啊 那麼書記官閣下先告辭了 克洛斯佩爾的土產麻煩你啦 哼 這雷努偷跑 我覺得他真的是在 他一定上車 偷偷上車 然後跟我們過去 顯然我們是他最重要的重頭戲啊 不知道這邊畫面會不會帶到那隻貓 沒有 貓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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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貓咪 沒有貓咪 有貓咪 你看我就說 我就說 貓咪 而且他 對啊 威風靈靈的坐在上面 也太厲害了吧 超強 他有發現嗎 好像是比我聽到的還要來得有趣的班傑 唉 能像我那時候一起樣的享受就再好不過了 鐵血之職感情還真不錯啊 喔 咳 哎呀 被可怕的大吉爵發現了 那麼我們就就此 告別 等一下 不是有什麼要交給我的東西嗎 哪裡 咦 哼哼 自點的巴雷斯坦 要不要 別待在軍官學院了 乾脆來 情報局工作如何 我想應該可以付出 比目前多一倍的薪水 哼 哎呀呀 沒有打算好好相處啊 但 我討厭浪費時間 快點拿給我 這是目前已經確定的 帝國解放戰線的成員 也已經確認一部分的幹部了 喔 姑且向你說聲謝吧 據說來 他們的情報還是掌握得到嗎 還有 克里亞給你的傳言 就聽聽吧 他們真正的目標在 克羅斯貝爾 並且極有可能在帝國境內 同時展開引發其他重大事件 他是這麼說的 喔 對呀 這個剛剛的那個 稻草人是 空鬼就有出現過 他以前有就讀利貝爾那邊的學校 是某個王女的學長 殺